今天要跟各位谈的就是气体的收集 我们在做化学实验产生气体的时候 我们有哪一些收集气体的方法 你还记得吗 你至少还要记得一个吧 排水集气法 那个是我们最常用最喜欢用的方法 还有所谓的向上排气法跟向下排气法 排水集气法就是把水排掉去收集 叫做排水集气法 排水集气法 所以呢 集气瓶里面装满了水 然后把气体灌进去 气体就把水赶走 对不起 水就把 讲错话 水就把气体赶走 然后呢 气体赶走 水赶走之后 就收集到我所需要的气体 所以我们的集气瓶里面装满水 气体进去 把水赶走排水 然后把气体收集到 然后排水集气 只要能够用排水集气法收集的我们就会用排水集气法收集 因为它有优点 但是它也有限制 它有什么样的优点 为什么能够用排水集气法收集 我就用排水集气法收集 优点 优点有什么 第一个 收集的结果很纯净 原来都装满了水 没有别的气体 我要的气体进去 把它赶走 所以得到都是我要的气体 纯净 而且你从那个水的位置 就可以知道你收集到多少 你可以知道你收集了半瓶还是整瓶 所以结果会很容易观察 所以我们能够用排水集气法收集 我们就用排水集气法收集 但是它有限制 这考试考过 这考试考过 我的考试指的是 机测考过 我能够用排水集气法 必须要所谓的难融于水 难融于水 我略融于水 然后呢 而且不汗水作用 你的参考书 你的补习班老师 通常都只告诉你前半句 难融于水 还有要不汗水作用 这样的东西才可以用排水集气法收集 那么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教的氢气氧气跟二氧化碳 都可以用排水集气法收集 OK 那么如果不能够用排水集气法收集的 那就要改用别的方法 我们教过两个碗页 集液融于水 所以它不可以用排水集气法收集 就是氯化氢跟氨 氯化氢跟氨 那么氯气呢 我们课本上现在已经没有教氯融于水 但是有个类似的叫氏融于水 氢化氢跟氏氢 那氯化氢跟氨 那氯化氢也一样会产生氢氯跟氏氯酸 所以它会跟水作用 所以它也不适合用排水集气法收集 那么氯化氢跟氨是重点 就是我们当初在上课的时候提示过 他们因为急溶于水 所以可以做喷泉实验 那是个重点 记得 好 那这些氯化氢跟氨不能够用 那我们就换方法 换方法 那么排水集气法在做的时候 当初在讲那个实验啊 做那个什么收集氧气 收集二氧化碳的时候 用排水集气法收集 我们提示过一些注意事项 你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我们提示过要注意什么事吗 我们说一开始的气体不要收集 因为那是管子里面原来有的空气 所以一开始的气体不要收集 第一个注意事项 还有个注意事项什么 你还记得吗 气体产生太快要怎么办 产生太快要把导管从水中拔出嘛 OK 这是我们当初在做氧气自备 跟二氧化碳自备的时候的实验的注意事项 一开始的气体不要收集 产生太快将导管从水中拔出 这是我们在用排水集气法的时候的注意事项 好 刚才讲过 我不能够用排水集气法收集 就要改成用所谓的向上排气法 向上是指平口朝上 平口朝上 叫向上排气法 然后气体灌进去沉下去 所以表示它比空气重 所以比空气重的 会溶于水的 就用向上排气法 所以呢 像我们刚刚讲的氯化氢 像刚刚刚的氯化氢跟氯气 它都比空气重 它都比空气重 所以就用向上排气法 那么氯气还算有颜色 氯化氢也没有颜色 所以你收集 你灌进去之后你也都是一个透明的 你也看不出来 你收集到多少 所以我们说我们并不太喜欢用这个方法 那么再有个比空气重 比空气重 那你怎么知道它比空气重 这重当然指的是密度大 口语上说重 在物理上是密度比较大 那就是看重 看分子量 刚刚讲 刚刚有提示过 空气的平均分子量 大概28.8 所以你的分子量比28.8大的 就是比空气重 那你比28.8小 就是比空气气 OK 这叫做平口朝上 叫做向上排气法 那平口朝下 就叫做向下排气法 平口朝下 气体往上冒 然后呢 把其他的空气赶出来 那么叫向下排气法 所以它用的是要比空气来的轻 所以就往上飘 那像我们刚刚讲的氨 氨就比空气轻 它就会往上飘 所以它用所谓的向下排气法 这个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重点叫做排水及气法 怎么操作的 用在什么样性质的气体 那个步骤有什么注意事项 是你要记清楚的 那我们的学测也考过了 所以请注意一下 我们的排水及气法 OK 我们的排水及气法